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我们教练说 想让我先改着练着试试 你们这个李桂敏教练我知道 他当年在吉林队的时候 连赛场都没上过 是不是 向北作为一个运动员 不能只靠数据来说话 起跑姿势能说改就改吗 而且现在你的起跑姿势 是最适合你的 不要因为他拿着电脑测出什么 零点零几秒你就冒这个险 我明白了教练 小梅啊 你训练很踏实这我很放心 但是你现在还要学会 要有 要有判断力 是吧 别 你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知道吗 这这这小伙的来来来来 这个 是省队要的 你准备一下 然后到时候给送过去 好的好的好的 还有 这个我想买这么一个架子 陈教练真有眼光呀 你怎么挑了个最贵的呀 给女儿买的嘛 啊 想清楚了吗 咱打饭可以手抖 咱打牌可没这么一说啊 费什么话呀 轮到你了吗 江红管不管 是吧 我 我这四个K还没炸呢 被你几个三给揭和 别看我四个三排面小啊 但是我能拿得住关键 四个K还得憋手里不玩了 你别赢了就走啊你 干嘛呀 你赶紧安安安安 你赶紧赶紧 你以后不带他了 这背心 四个老K呢 好 oczywiście 啊 哇 我的 你这别练了 我要干活了 大叔 我这家练呢 要不您再歇会儿 你是国家队的吗 没见过您 我是集训队员 早晚是国家队的 那你这怎么整啊 您看您再让我划半小时 你就十分钟慢啊 你别半小时了 行 十分钟啊 谢谢您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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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我知道了 谢谢 大叔 我知道了 谢谢您啊 那我明天再来划第二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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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思元 你把大伙都叫过来 我看看 我看看 看看咱青岛队的小宝贝们 想你们了 怎么开心教练 怎么了一个个的 苦过脸 太累了 开心教练 我们都没力气了 国家队太累了 都是魔鬼训练 我们特别怀念在青岛队的日子 那是我训练的量不够 我以后得改 来 给你们看看 孩子们 国家队的大师姐 来 你们跟他们说说 你跟孩子们说说 国家队是怎么训练的 看见咱们没什么还有别人啊 大师姐 我在街上见过你 你们拿过中块杯的冠军呢 那位姐姐 你怎么哭啊 谁告诉你们我们哭鼻子了 我们每天在国家队开心 还来不及呢 我告诉你们了 我们得好好练 我们得加量练 不然进国家队 连门都没有 听到没 知道了 行了 把手机给我吧 接着上课 接着上课 行 早点睡吧 明天你们还训练呢 我给你们买的爱吃的零食 这两天以后就到了 到时候给浩宇分点 躲多少吃点啊 注意减肥 别太胖了 好了 挂了不 拜拜 教练 拜拜 教练 拜拜 教练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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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抓紧时间啊 我待会儿来检查 开始 爸孩子怎么样 思源是跟不上 我让浩宇每天把他们的训练成绩发给我 明显看出来思源是跟不上了 掉队了 他在队里年纪是最大的 那承受的压力肯定也是最大的 他那个孩子又比较懂事 有什么话了老憋心里也不说 人人都有压力 你要讲压力的话 陈敏肯定最大 他现在进入A组了 跟最好的队员一起训练 他压力最大 你要是想他们了 不放心他们了 你就去北京看看他们呗 我是青岛队的教练 现在他们已经离开青岛队 进入了国家队 我就完成我的历史使命了 他们以后面对的困难 那只有他们自己来解决 他们长大了 你心里真觉得他们长大了 他们要是解决不了呢 你心里真觉得他们长大了 他们要是解决不了呢 他们要是解决不了呢 今天考核结束 倒数十五人淘汰 你们剩下的六十五人继续训练 但是要是银感伤不容易 也蠻留的 只有那些人 你怎么小的 不得到 跑到最后 你如果没有弊 以后就没有大师姐的照顾了 灵灵 我真羡慕你那骨子不服输的劲 好好练 你一定能留下来 在这创出自己个天地的 加油 小罗 咱们俩认识的比较晚 你也说你是个不善于交朋友的人 但是谢谢你 愿意跟我们成为朋友 浩宇 我可要走了 替我照顾好他们 保重 我走了 大师姐 等会儿多多 不了 车等着我了 我送送你 不用了 你们一会儿都还有训练呢 没有什么比训练更重要 赶紧 那边 找你 你们十几天教练 既然是教练 就该来送送你们 给你们每个人 都准备了一份礼物 这个是国家队 参加国际赛事时的比赛服务 送给你们 谢谢教练 不是说宽慰你们啊 是因为你们真的值得拥有 你们来自全国各地 能够站在国家队的集训场上 你们一定是付出了很多很多 谢谢 说心里话 我挺羡慕你们的 因为在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 我也很喜欢花瓶 很喜欢 在那个时候我连国家队的大门在哪儿 我都不知道 你们比我强 我希望 你们一定要记住这十几天 因为 这对你们的一生 谢谢教练 都是一种激励 一种荣耀 教练会一直在这儿 我希望明年再看见你们 我更希望有一天 能够在国际赛事的赛场上 领奖台上 看到你们 加油 谢谢教练 谢谢教练 再见 谢谢 走了 不用了 师父 麻烦帮我停下车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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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咱俩从哪一块长呢 干啥都在一块 小哥 没人找不你了 刘叔 又是我又拿走了 也没人管你担嘴了 你要跟我撑联想 等你给我打电话 好 找我好嘞 我没事儿 你走吧 走吧 走吧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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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不 好嘞 好嘞 嘞 谢谢 麻烦问一下 李贵民教练的办公室在哪儿 在最里面那间 最里面那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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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教练 孙教练 你怎么来了 我这不是为了向美的事 特意赶过来的吗 我最近都在带主力队 这集训队都是有李教练的 我有看这个训练记录啊 向美练得不错啊 向美的成绩我不是很担心 但是我听说 最近李教练让让他 改这个起跑姿势 这件事情我觉得值得商榷一下 你看 我是他的启蒙教练 也是省队教练 我觉得真是这个时候改 这 这条路行不通吧 怎么就行不通了啊 李教练 正好啊 你们二位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啊 都在这儿 我想趁这个机会 咱们把这件事情聊清楚了 说 你看这个向北吧 还不算是一个大龄的运动员 但是他的这个技术 已经基本上是定型了呢 现在让他改起跑 他改不了的 这样我觉得会影响他的成绩 能不能改训练说了算 陈教练 陈教练 你怎么就那么肯定啊 不是 他 向北是我带进省队 带进国家队的 他跟我练了十几年 我还不 不了解他 向北是什么队员 我们国家队教练组也很清楚 这给他制定的这个训练计划 都是有针对性的 我们队呢 不单需要某一项能力不错的选手 更需要全面的选手 不不不不不 孙 孙教练 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 要按平常啊 我也不会来烦你们 但现在是平常周期 向北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拿到参加冬奥会的资格 是吧 现在在这个节点上改起跑 不合时宜吧 孙教练 你是他的启蒙教练 省队教练 你把他带出来 我很尊重你 但是向北现在在国家队 我是他的教练 他的所有训练计划 都是电脑分析出来的 不用你操心 我这么说你明白吗 什么你 你的我的啊 你甭不讲这些大道理 再说了 关于一个运动员的培养 你不能老子眼睛盯着 电脑上的数据来说话 现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让他改起跑很容易 让他给改废了 你们国家队这么多的队员 你们可以随便挑 那么一两个的去试验吧 但是向北 对于黑龙江队来讲 只有这么一个 你把国家队当什么了 实验场吗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们国家队 对任何一个运动员制定的计划 都是客观的 现在不客观都是你 你带了向北这么多年 你还能看到他的平静吗 就算你看得到 你还忍心让他花大力气去改吗 这私人情感 跟工作你现在分得清吗 来 下去稳一点对 好 高速自行车准备 六分钟完成不了的全队加法 好 准备 准备 五分钟 四分钟 陈敏 注意节奏 保证呼吸和步别 三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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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还不错 休息 喝水 擦擦吧 你洗了澡水了 谢谢 这回总算 没带着拳队跟我一起收拾 你有进步 一看你私底下也没少加练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看出来 你练起跑 压力也挺大的 但你肯定能练出来的 希望吧 爸 陈教练 教练 你怎么在这儿 朵朵给我打的电话 说你今天回来 我还没等问出是哪趟车呢 就把电话给挂了 所以啊 我就在这儿等你了 教练 对不起 对不起 回家了啊 回来就好 好香啊 你师母知道你今天回来 一早上就去菜市场给你买菜 说要给你做好吃的 师母好 思元回来了 回来了 你先坐在那儿看电视啊 猜一会儿就好 来吧 我来打个下手 你要帮忙啊 那你帮我把这个青椒切了 好 今天准备的都是你爱吃的菜 你看 红烧鱼 这个醋柳土豆丝 和海鲜蛤蜊汤 还有鲨鱼馅的水饺 你这些在北京都吃不着吧 谢谢师母 师母 嗯 你跟教练对我这么好 我却给你们丢人了 别给咱青岛队丢人了 你这孩子说了什么话 给谁丢人了 你能进入国家队那个集训名单 已经很不容易了 已经给咱们青岛队还有你教练长脸 可是 我没能留下你 都说人要往前看 可是前面就第一名 除非你是第一名 要不然前头总得有人 是吧 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得向后看一看 后面的风景也不错 你在我们心里是最棒的 谢谢师母 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饺子来了 你给我尝尝今天这饺子馅合适吗 尝尝 给思远尝尝 你尝 好不好吃 好吃 你别那么着急 小心烫啊 思远 吃点菜 谢谢师母 好吃今天就多吃点啊 吃饱 好 从明天开始啊 你就跟师父一样辛苦了 我给汪主任和廖处长打过报告了 从明天开始 你就是咱青岛队的助理教练 你要是以后还想滑呢 咱就一边滑 一边做助理教练 你要是不想滑了 咱就退役 专职做教练 再编的 你别多想 我不是光为了你 我也是为我自己 你也知道 这么多年了咱青岛队 就耍我一人 上上下下的 你说这个 训练吧 也是我 给你们按摩拉筋也是我 我也需要个帮手 你回来了 这帮手不就来了吗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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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练 你怎么突然来了呀 就是啊 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 我知道你们这些女孩子呀 平时就爱吃个火锅 但是现在正在集训期间 不敢吃对不对 今天我就让你们放肆一下 吃个痛快 小敏 你最近训练得怎么样 上次我给你打电话 你都不接 有那么忙吗 我这训练都累成啥样了 哪还有力气说话呀 我现在训练就那样呗 还没被淘汰 你分在哪个组啊 我是A组 A组 那你成绩不错呀 就是陪练 陪向北起跑 你陪向北练起跑 陈勉的起跑比我快 陈勉的起跑比我快 快多少 快半个身位 不过陈勉就是晚上陪我家练半个小时 他白天还是正常跟我们训练 好 好 那个小敏啊 A组的那个训练量 是不是对于你而言有点臭啊 我能坚持 我能坚持 就是有时候不达标 要害大家跟我加练 这点你不用纠结 当初我训练他们的时候 也经常让他们集体加罚 因为咱们这个短刀速滑这个项目 它是个集体项目 只有集体的成绩提高了 个人的成绩才会上去 是吧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珍惜 你现在的这个机会 跟更快更强的人在一起滑 你的成绩也会提高得很快的 我知道 所以虽然我是陪练 但能在A组我也是挺高兴的 就是成绩上得慢 陈缅 你最近成绩其实挺稳定的 我不像我 李教练让我改七跑 我觉得我也练不好 所以啊 我这不是来了吗 我呀 刚刚跟我们的队里 已经把年假请下来了 我决定在北京要住一段时间 陪着你们 给你们加练 对 太好了 教练 幸亏您来了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练了 不过 这个集训考核 对你们两个要求可都不一样啊 向北你一定要拿到四国赛的资格 而对于小敏 你要想留在国家队 你要比别人付出十倍的努力 酒店我已经定好了 你们晚上训练完以后 就到我这儿来 我给你加练之道考核完毕 可是爸 您都不知道我们每天的训练计划 而且跟不同的教练练 这不乱了吗 这不会啊 只要你们每天向我汇报一下 训练的内容就行了 我来这儿的目的呢 就是给你们扬肠补短来了 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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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多少块了 要少吃内脏 这很不健康的 运动员嘛 要少油 少盐 你今天吃辣的也吃得太多了 改善这个清汤吧 这一点啊 你真得向人家向北好好学习学习 你今天说了对 来来来 多吃 向北 别老吃青菜啊 吃虾 你们走以后啊 队里又来了一批新学员 有几个苗子 真跟你们当初一样好 你们原来那屋啊太大 怕你一个人住不惯 所以就让他们住那儿了 人多热闹 你们教练专门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房间 快进去 你看看要是缺什么东西 再告诉我啊 我们随时补 好 怎么样 谢谢叔母 欢迎我们青岛队的新助理教练 侯思然同学 向北 别老吃青菜啊 吃虾 李教练让我改旗跑 我觉得我也练不好 我决定在北京要住一段时间 给你们加练 我觉得你应该好好珍惜你现在的这个机会 跟更快更强的人在一起划 你的成绩也会提高得很快 终于降下来了 终于降下来了 你把妈妈吓死了 妈妈 我不烧了是不是就好了 爸爸是不是可以继续叫我连滑冰了 绵绵乖 咱们先不想滑冰的事 先把身体养好 爸爸呢 妈妈 我好久都没有陷到她了 你饿不饿 妈妈给你做点好吃的去 绵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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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回来了 爸爸回来了 怎么样 我的丫头 烧腿了吗 我看看 好像好多了 爸爸 爸爸 我也想滑冰 等我绵绵 把冰治好了 想看什么都行 别哭 别哭 陈静 你出来一下 来 好 阿姨 这是 真的不好用 好 有 真的对不起啊 这次回来确实 有点太晚了 我不是要跟你说这个 这又不是第一回 好 济南开了一家医院 我去应聘了 条件也都谈好了 这儿的工作呢 工作可以换 女儿我只有一个 我要带美美走 你这儿 你这是干什么呀 是 我这次回来 这确实有点晚 是吧 但我真的是有事啊 你看人想没 马上就要比赛了 是吧 省队那边也离不开我 是吧 你不能因为这种事情 一闹别扭就 冲动了啊 我冲动吗 我很平静啊 陈金一 你生活在你的世界里 在你眼里 只有你教的孩子 你的队 还有这个家吗 你自己说说 像今天这样的情况 发生过多少回了 我不想让美美 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 不是我也想让 美美待在我身边 是吧 我也想亲自教她 教她滑病 但是我不让她滑是为了她好 这 这件事情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来 我知道我也相信 你是教练又是她爸爸 还有谁能比你更专业啊 她爱滑病 又不能滑 所以我要把她带到 一个没有病的地方 我要让她忘掉 这些不快乐的事情 好好地找她 明明 你别生教练的气了 自从你来 爸爸就不教我了 我也想学滑病 好 进入到国家队之后 确实觉得压力非常大 然后又觉得自己这体力不支 除了阻力 基本上下边都是年轻的运动员 都是04 05 就是比如说他们滑20圈 我可能三五圈 我可能就跟不上了 就是感觉自己 第一个头就练自己的 因为没人会惯着你 就是 谁厉害谁就厉害 教练不可能针对你一个人 就是给你单独出一份计划 所以都要靠自己 就是调整自己 一周一淘汰 一周会淘汰掉 十人二十人那种 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们就在一个特别大的房间里 然后她就坐在我旁边 我们当时所有人都没想到 她会淘汰 结果听到名单上面有她的名字 我就感觉她一下子好像愣 就是很愣的那种感觉 特别失落 还没说完全想退役 就是还想练 但是呢感觉自己缺少的太多了 现在我不在那个名单里了 但是我希望能在电视前 能看到你们 过了吧 我觉得